因為 我是之前有被急診科的醫師氣到 對 因為那個時候是爸爸食道癌的時候 但是他那一天 是因為他睡覺的時候 他有一口痰 然後他是吐不掉 也吞不下去 所以他可能就當時就沒有呼吸 就腦缺氧 所以我們發現他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了 然後我是跟弟弟兩個人就是互相做CPR 然後到119來馬上送醫院 那送醫院會送離家裡最近的醫院 然後也不是爸爸平常的主治醫院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是送過去 他就緊急趕快治療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事件完全是突發的 就那時候其實在急診室也是待了三四個小時 我們就一直在外面等 然後趕快就是跟原本他的主治醫院跟醫生聯絡 看有沒有機會轉院過去 然後後來急診科的醫師就走出來 然後他就說我跟你們講啦 這個再救也是植物人 就是講超級直接到不行 他就說你們要救嗎 這個再救也就不會更好啊 然後我們聽到就大崩潰 然後我當下就趕快問他原本的醫院 看有沒有辦法有加護病房趕快先轉過去 然後那個醫生聽到我在打電話 他說我跟你講啦 你們要轉院也OK啦 但是轉院的過程 如果人死了還是什麼 我們不負責喔 怎麼會這樣啊 就是我可以理解他想要表達的事情 跟可能醫院的一些規定 對 可是他講法就是讓我們覺得 這個人就快死了 那看你要不要救 你要救就也很麻煩 你不救我們就直接就是讓他安寧 我就覺得好 就轉院 然後就趕快聯絡 然後就平安的送到另外一家醫院 然後那間醫院就是過去之後就 非常有安全感 然後就有幫他安排一些 低溫療法什麼的 可是確實到後來 就是所有身體檢測出來之後是 只有大腦沒有反應 其他的器官都有照顧回來 然後他們那時候的做法 也是一直都很照顧我們家屬的心情 然後就會跟我們說 他們現在目前治療的情況到哪裡 然後給我們一些心理準備 所以那時候醫生就有先預告 他就說爸爸其實 目前來講確實是 那他會躺到什麼時候不知道 但是因為在加護病房細菌很多 所以那根管子他們沒有拆的話 就是看他什麼時候會細菌感染 然後就可能會引發敗血症 那這些東西後來後續就是二十幾 我記得他那時候是躺 二十二天左右 對 然後那時候確實就是 爸爸要走的那前一個晚上 我剛好就是一個人去幫爸爸整理東西 然後醫生就開門看 因為那時候其實探視時間也過了 然後醫生就說 嗯 妹妹你先留下來好了 他說爸爸今天的情況蠻糟糕 那看你要不要先打電話通知家人來 表情是準備 對 跟他道別的這個環節可能就是要來了 然後家人也在路上 對 然後我就開始在爸爸旁邊跟他說話 跟他道別這樣子 然後那段時間真的是很謝謝三軍總醫院的 不管是醫生 護士 他們都很照顧我們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覺得我要冷靜下來 然後做一些決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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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當時敗血症發作的時候 是我發現的 我就是也是進去 大家都已經道別完了 我就進去再顧前顧後一下 然後就是發現他的那個 針孔的血泡開始冒出來 然後我就出去跟媽媽跟弟弟討論 我就說 爸爸現在情況開始有一點不太對勁 就是開始有點血泡了 然後那時候很認真在研究各種醫學的一些東西 就是觀察他的一些變化 我就跟護士說 我們要選擇 安寧治療 對 然後就所有的 就不用再急救了 就是在他旁邊 然後就 護士就慢慢把機器這樣一個一個一個關掉 就那時候我其實也知道 爸爸看似平靜的狀態都是要打出來的 對 所以 但是家裡的人大家都滿崩潰的 所以我就 簽了那個應該是放棄治療的同意書 然後什麼死亡同意書之類的 就是當時面對這些事情 但我還是覺得就是 我知道醫生 護士大家都很辛苦 可是或許表達的時候可以溫暖一點 因為沒有人想要遇到這種事情 雖然生老病時我們一定會遇到 可是就是我覺得可以溫暖一點跟我們講一些情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這種棘手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當醫生到現在 我覺得當醫師 醫療的話不是單純的就是科學而已 他其實有很多人文的內容在裡面 所以像比如說剛剛提到這些事情 其實一樣的內容 你用不一樣的語氣講出來的話 其實對方的感受就會差很多 是 所以其實像我在當神道主義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有點意氣風發的感覺 然後有一個六十多歲的阿姨 就診斷處是 我就跟病人家屬就是在診間我就講說 你這個是胰臟癌 然後你的血管已經被侵犯了 所以已經不適合開刀手術的治療了 那可能後續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化療等等之類的 等於說我是把這個疾病 像背教科書一樣的把背給他聽 那講完之後其實心裡一開始就覺得 我怎麼講得還頭頭是道這樣 有點自鳴得意 但是其實看到病人的家屬 臉色不好看 然後再看到病人本身 他已經沒有在幫忙在聽你 在說什麼東西了 這時候我才很震撼 然後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說 原來你覺得好的事情 你用不太好的方式 不太適合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時候 其實對對方來講其實是非常傷的 那家屬他也其實有點生氣 就是說怎麼我都沒有一點論事 就直接把這個衝擊的事情講出來 所以這個經過了這十幾年 組織醫師的這個歷練 其實像我前一陣子有一個 也是一個大概七十多歲的老先生 他就是肝臟很大的腫瘤 那其實我們從這個隔頭離床上面來看的話 大概就可以推斷他就是一個肝癌 沒有錯 那但是這個時候的我就跟以前不一樣 我大概就會跟他講說 伯伯你這個肝臟看到一個很大的東西 他有可能是良性 也有可能是惡性的 那但是即便是良性的 他長這麼大在肚子裡面也是不對 所以我們儘快把他拿掉 拿掉之後 他如果是良性那就最好了 那就沒事了 但是他如果是惡性的話 那我們才可以知道他是什麼樣的腫瘤 我們才可以知道後續怎麼樣做治療 你透過這樣子比較模擬兩可的感覺 讓他不要說一口氣就是說 我已經沒救了這樣子 對這樣子的話 他其實後來就開刀很順利拿下 而且確實證實是一個惡性腫瘤 然後這個時候 雖然他還是要面對一樣的結果 但至少他有一段時間消化 他的家屬有一段時間 可以建立他們的一個支持系統 這個時候其實對病人 對病家其實都有比較好的癒後 沒錯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